70岁资深艺人刘尚千魁为21年重返民事八点档 加入市井豪门的演出 原本就是该剧观众的他 在看到翁家明、冰家琪等演员淘气又可爱的角色 还相当期待演个调皮捣蛋的老顽童 不过,据了解他将饰演日本农业企业家 最期待的还是和儿子刘志汉同台演戏 心情上相当兴奋 由尚千字2002年演出戏剧《不了情后》 魁为21年回归民事八点档 近年来他淡出演艺圈 从当年的电视台一线小声转当妙宫 积极投入宗教信仰 协助募款盖妙语 还将宣扬道法当成接下来人生目标 难得重返八点档 他依然动灵 保养得已 状态维持得相当好 剧中演出日本企业家 偶尔还会穿插日语 他则表示还好以前有学过日语 台词应该难不倒自己 加上刘志汉 对手演员杨烈日文都很好 有虚实也会向两人请议 父亲出现在剧组 不是探班而是加入演出 令刘志汉相当惊喜 他表示当初剧组来询问 爸爸的联络方式时 本以为是别部戏剧的邀约 没想到正是自己也演出的市井豪门 令他相当开心 并称光看爸爸的角色 就知道一定是奇曼贯穿大事件的关键人物 剧情发展令演员们也期待 尤尚谦出生于1953年 在1974年 21岁的他因为相貌英俊 再加上身材高大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华士演员训练班 记得他刚出道的时候 许多电影公司都抢着与他签约 1975年 他以男主角的身份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是部喜剧片片名叫乡下毕业生 他在影片中饰演黄茂盛 一个老实芭蕉的农村青年 他的表演并无太多出彩之处 面旁也显得很青涩 然而他的朴实和俊美 还是给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年 他进入春寒电影剧组 接到了出演恒山少佐的戏约 因为他的哥哥刘正谦 正是这部电影的副导演 在哥哥的推荐下 他获得了这个机会 仍然是配角身份 然而却没想到 通过这部电影 他一度名声大噪 颇有点无心插柳柳成音的意思 很多观众看到这部电影后 都被他的颜值所震撼 尤其是他从吊车中走出来的时候 还有他拾起女主角秀兰的白围巾的时候 那份帅气 着实令人心动 他还由此获得了台湾第一美男的称号 其实刘尚谦在1974年刚出道时 就已经有了第一份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名叫陈琼玉 据报道称两人婚后也曾十分相爱 共生下一双儿女 分别是刘志汉和刘志瑜 两个孩子都是高颜值 打小就在父亲的带领下进入演艺圈 成为童星 但这段婚姻仅维持了四年 便已离婚告终 和陈琼玉离婚后 以及并未得到陈美凤结婚的念头后 刘尚谦很快就有了新的女朋友 两人未婚先孕有一个儿子取名刘志维 三年后两人分手 刘志维从母姓改名张瑞杰 后来改了一名为孙契月 如今也在娱乐圈发展 除了前妻 刘尚谦不完全统计有六个女友 而她到老也不安分 在2020年年初已经58岁的刘尚谦腿 爱上了32岁的萱萱 两人秘密交往7个月 之后刘尚谦答应萱萱和交往10年的女友小英分手 小英曾资助过刘尚谦 念及小英过去对刘家的照顾 刘尚谦允诺每月给她数万生活费 号称是要照顾她下半辈子 刘尚谦该资金是生活费并非分手费 直到2020年12月刘尚谦才得知萱萱离过婚 还有一个女儿 并且有了新欢 而此时刘尚谦已经和小英分手了 这场三角链落得两头空 刘尚谦这个琴海浪子没有人同情 曾因动领美貌出圈的女星陈美凤 皮肤紧致 身材恶挪多姿 完全看不出来已经65岁 因此被封为台湾最美欧巴桑 陈美凤出道超过40年 出唱片 主持 演戏堪称全能 成绩都相当不错 演艺路走得顺利 但情路相对坎坷 据悉 陈美凤当年与刘尚谦交往时 才只是个事业刚起飞的21岁女星 而刘尚谦已经是当红小生 身份本来就不相符 而且当时刘尚谦更是刚刚离婚 不过陈美凤当时不顾旁人眼光 依旧与刘尚谦交往 一度还被误认为破坏婚姻的第三者 让陈美凤成为演艺君焦点 而在陈美凤与刘尚谦交往期间 南方屡次传出劈腿传闻 但陈美凤一路选择相信与力挺南方 不过两人的爱情之路波折不断 这段感情最后只维系了三年 不过在陈美凤与刘尚谦分手的26年后 中正社区大学的化妆课老师上课时 举陈美凤当范例 竟脱口而出陈美凤有私生女 还是与刘尚谦生的 分手后交给姐姐抚养 消息还是从陈美凤姐姐口中得知 说得杀有其事 消息一出立马引发社会哗然 关于爆料 化妆师没否认 只说这是老新闻了啦 很多老艺人都知道 对此陈美凤听到后 第一反应也是爆笑出声 认为外界想象力太丰富 表示如果真的有私生女 那么自己在演艺圈婚记这么久 早就已经瞒不住了 她甚至还开玩笑说 如果有的话 我想我会带她去和刘尚谦大儿子相认的 陈美凤和刘尚谦昔昔日情侣分手26年 期间一直没有交集 不过在出现私生女这个新闻的时候 两人恰好同台 现场气氛尴尬 但工作人员透露 刘尚谦很有君子风度 拍外景戏时 她会为她拍去肩上落叶 举动贴心 看得出来陈美凤和刘尚谦已经断了情缘 想必是因为合作新戏 才会出现如此荒漠的新闻 作为小儿子的孙沁月 是刘尚谦没有结婚和女友生下来的 之后并没有多少交集 属于刘尚谦的私生子 孙沁月出生于1986年 她长得很秀气 20岁时出道 开始节拍广告 还曾在王杰演唱的影子MV中出现 她24岁那年成为了4EVER唱跳偶像男团的一员 担任团长及Vocal 同时和林依晨共同主演了微电影《从新发现爱》 还在《真情之家》等剧中出现 多出演至于戏暖男的形象 在孙沁月刚踏进演艺圈时 曾在受访时表示 对于刘尚谦17年来不闻不问 十分不谅解 更对所谓的爸爸 感觉比路人还陌生 于是媒体便报道出孙沁月恨刘尚谦的新闻 对此孙沁月表示困扰 后来也做出了解释 她认为那是父亲自己选择的人生 虽然妈妈过得很辛苦 但妈妈最近也登记结婚了 也过得很开心 我从小都觉得少一个人管我蛮好 长大懂事之后觉得毕竟有她才有我 我不会恨她 孙沁月表示 刘尚谦也非全然对她不闻不问 虽然不常联络 但逢年过节会打电话或传简讯问后 各个姐姐也都很疼爱她 尤其姐姐很常约她吃饭 过年时她会探望爷爷奶奶 孙沁月解释过后 刘尚谦也罕见地做出了解释 她表示 当初两人分手后因为张家没难盯 分手时她答应让儿子从母性 为让她外公和妈妈完全放心 她选择不打扰他们 让儿子全心在张家生活 所以和她感情不热络 很少联络 已两年没见面 但对孙沁月的关心从没少过 刘志涵说 弟弟出生后他帮忙照顾 帮他换过尿布 喂过奶 后来分开生活 长大后互动少 但他和妹妹还是都很关心弟弟 如今弟弟进演一圈 他愿意随时提供意见 帮助 至今叫孙沁月小名为为 可见他们兄弟之间关系不错 亲情是最分割不开的东西 刘上千高龄96岁的父亲刘冠生在2016年2月6日过世 2月20日告别式在台北二病举行 满堂儿孙寒泪送白发老爷爷最后一程 刘上千代表致辞追思 而他二任妻子与至少四任女友都到场 五名子女包括刘志涵 刘志瑜 孙沁月等也现身殡仪馆 而之后刘上千一家的关系有所好转 如今刘上千也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现在卖老命扎三部戏 刘上千和刘志涵父子俩在东华春里发厅演父子 距离儿子对他有怨 当年两人也闹翻过 宛如真实人生 刘上千的一生十分精彩 希望未来他可以好好对待感情 珍惜当下